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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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澳门万丈的嘉宾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老师 欢迎黄老师 新年好 同事好 大家好 新年大郎 一起关注博彩话题 看一看数据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数字显示 上一年澳门12月份博彩收入按年增长25% 是236.08亿元 增幅是全年最低 由于受到黄金周的影响 12月份澳门博彩业的单月收入是全年最高的 达到268.5亿元 上升了42.3% 无论如何 这段时间 包括放农历新年假期 游客增加了澳门博彩业的碎失落 应该是一个大丰收 这是必然的事 因为去年来说 整年来说 都是跟2010年比较 是一个持续的增长 但我们看到如果每个月都保持这样的水平 也不可能 总之来说 去年是一个顶峰就是了 今年能不能够维持这样的赌收 或者整个业务能不能够持续增长 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 什么是心中有数呢? 其实是不会那么好 不会那么好的话 不等于不增长 只是增长可能会放缓 因为今年还有新墙落成 新墙效应 这件事大家都过去有新墙落成 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一个大动作用 或多或少 像去年银河开业 新墙效应都存在 虽然不是太触目 说回今年主要不是因为澳门本身的 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是因为内围和外围的经济因素 内地方面的自由行 主要是外界的就是外国的赌客 和他们的整 比如说欧债 这个美国的经济环境 整环球的经济的重组 现在就在慢慢复原 所以今年或者再看到一两年 其实都不会好 问题就是我们是追求什么呢? 说回来就是 我们纯粹追求一个量的 或者是去年那种高速增长的模式 还是借这个机会重新调整 包括薄彩业在内的产业呢? 我记得是应该思量一下 因为高速增长的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了 老实说 现在是优化的内部结构 重整秩序 做得不好的 做好它 比如说人力 比如我们的服务 服务 住宿 交通 还有能不能够借这个博彩 去年那个发展的势头 再去带动一些周边的产业成长呢? 包括零售业 包括会展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 其实相关的业务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讲漏了服务业 所以我们要看 要前瞻性地看 也不需要太悲观 但是也不要说盲目乐观 这个是我们应该审慎 所持有的态度 这样去看今年的薄彩业 就比较理性一点 上年的薄彩税收数字来说 其实是无收入方面比较亮丽 2678亿澳门币 同比增长了四成多 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亮丽 但是呢 看回背后的故事 其实相关的旅游服务的配套 和一个相关的服务品质 都需要不断地提升 才令到澳门博彩业 可以更加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这段时间很多游客来澳门观光旅游 所以赌场里面 无论哪一间 其实中场也好 贵宾厅也好 其实相对平时是会更加旺一些 是 我们都希望 新年也有一个新气象 现在说的就是 主要是 有没有办法做到 比一个岛客也好 游客、旅客也好 一个宾至于归的感觉 令到他们觉得在自己的家 不只说太疏离 觉得他们在澳门 现在最新的数字来说 就是 游客在澳门逗留的时间是1.53晚 已经是稍为进步了一点 比之前 在1.2和1.5之间 但是增长的幅度 也太过缓 始终未能到 至少在澳门平均 每个游客逗留2天 这个 至少的一个标准 这是我们比较常的遗憾 还有就是 有没有办法再带动一些 即是博彩业和博彩业 现在分得很清楚 酒店和博彩业也有很大的关系 其他和博彩业没有关系的酒店 就麻烦了 所以这些 其实 这些和会展业也有关系 莫泰的关系 其实也是互相牽制 一个产业链或产业结构 我们要重整一环 实际上也是牽一发动 而会影响其他一环 所以就要有一个决心 否则的话 单纯来看量化 去看数字的增长 税收的增长 我们可能很容易陷入一个迷思 就是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 这个世界第一的地位来说 尚可以保持下去 可见的将来都不会受到威胁 纯粹从数字上去解读 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所以我们要和自己内部的中向去看 过去又如何 现在又如何 也要横向去和世界其他博彩业的城市比较 不要自满于一些数字上的一个游戏 这方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数字第一 有水分存在 第二来说 很容易纯粹从表面上去解读 便会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情况 我们最怕的就是纯粹沉迷 比如我们过往的 讲经济来说 最容易的 GDP GDP主义 现在来说 讲这个幸福指数 讲这个人均的GDP 这些才是比较实际 一些 澳门也是 我们虽然看到博彩税收那么好 但是我们平均每个居民的 拉运来看收入 入息中位数 事实上都是在一万元上下徘徊 所以表明它是未完全能够将 量例的数字分配在民间 这件事是我们长期都关注的 就是博彩业和其他产业 两者之间有没有办法更密切地联系上来呢 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文化产业方面 和博彩业其实可以打造澳门特色的 博彩和文创之 有一个桥梁和带动的作用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除了看到 会展业带动得比较相对好之外 其他其实和博彩业之间的关系 都是很疏离的 这件事仍然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 还有澳门现在博彩业 或者受到很多外围因素影响 包括内地自由行政策 游客来到澳门 留多数晚就最好了 当然和很多因素有关 酒店方面一方面 希望旅客可以留多数晚 多些消费 赌场当然也希望你在这玩多数天 无论是赢还是输也好 还有其实上次谈到的时候 很多嘉宾 很多观众都发觉 很多赌场里面 有很多设计是专门精心设计过的 例如你没有时间观念 各方面 包括也有很多市民反映 其实在赌场当中 你买大小的桌 也好很多桌是可以换钱的 直接换成筹码 又或者是平均50部 夸张来说 一部提款机 ATM机 方便提钱 可能老虎机那里方便些 这些桌子都可以直接换钱 比较方便些 那会不会有些游客 第一次来又没有什么经验 打算赚多些钱回去 但因为这些所谓的便利措施 令他们更加沉迷 这是一定的 因为任何赌场 他其实都是一种触心理 是经过长期的 专业方面的设计 完全是明白 赌客在那个环境底下 如何才能够拉着他 吸引着他 令到他们乐而忘返 从而更多地落株 这是他们一个 无可厚非的做法 站在其他非博彩的行业来说 这一件事就要小心 避免这个问题博彩出现 两者之间是一个矛盾 澳门的矛盾 这几年尤其是突出 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要关注的是 在博彩业发展之余 有没有办法去减少 避免就是完全 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只能够令到更多的问题 赌博的人士重返正途 减少博彩业在这个发展之余 令到澳门本身的居民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或者是高昂的社会成本 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元素 因为我们看回很多数字来说 未必能够真正显示到 问题博彩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自己是纯粹关注到博彩业 因为每个月都会公布这个数字 业职方面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都是上市公司 但是站在市民的角度 他们的问题数字 未必能够那么快 和那么准确地显示出来 纽约大学方面 或者中子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平均一个问题博彩的人士 身边可能牵连到17个 有相关的亲戚朋友 或者其他的同事 所以当然这可能是美国方面的数字 但是在澳门这么密切的一个社区环境下 我们都同样会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对澳门的可持续发展 很重要的 以前亦都有些採访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个案 就是有些游客来到澳门 他说来了四五天 完全是未离开过那间赌场 吃也好住也好 在这里玩天黑日光 天黑和白天根本就分不清了 没了些时间不观念 然后输了所有钱才走 我们反而希望这个流速时间方面 就是你宁愿在赌场里面留短一点 拿多些时间好好感受一下澳门其他多元文化魅力 这就更加好一点 这是我和黄老师的愿望 休息一会再收回 继续关注相关话题 我们守护着一个远远流长的传统 投入 体位 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 它的名字叫庄园 华发生态庄园 独特视角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 独立观点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 读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每晚八点 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 进行锁定走进台湾 回溯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 岁月传奇 探索澳门 包罗万象 解图施政 直接名声 关注新鲜事 未消失发生 独到风格 开拓您的视野 争锋对话 焦点事件 尽在澳门万象 而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带你来2012年 欢迎收看星星早茶 我是芝芝 1号的清清早茶 今天节目中 国际视野 生活资讯 娱乐焦点 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 清清早茶 陪您迎接崭新的每一天 一个神秘宝盒 引来各方高手蠢蠢欲动 一道大内秘令 少林武僧 纵横西域斩妖除魔 多少好男儿 一身少林魂 明星会翠惊心动魄 亚洲首播剧场 每周六日21点30分 少林寺传奇之大漠英豪 为您揭开少林功夫的千古传奇 欢迎各位在港狱之后继续锁定澳门万象 大家新年好 我是刘宗志 继续来关心和博彩业相关的话题 农业新年期间很多游客会来到澳门观光旅游 当然少不免去一些赌场感受一下自己有没有新年的运气 这是无可口非的 不过千万不要沉迷赌博 因为很多现在赌场 除了博彩方面的元素 亦有很多非博彩元素 例如很多大型度假村 亦有音乐喷泉 角色表演和一些 导物方面来说 其实澳门在这方面 亦有很多玩乐的空间 在博彩业的建筑群里面 其实已经适当地增加了一些玩意 有水的有天的有地的 总之是可以玩的 可以吃的 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博彩业的公司 不知道有没有很关注 一些入到来的赌客 他们除了赌博之余 有没有去在这些场所消费 或者是参观 有没有引导他们 我觉得这方面来说 长期都没有太重视 当然了 你说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赌场 都有这个问题存在 只不过人家就没有说 好像澳门很多情况 发生就是豪赌 尤其是在贵宾厅的情况 非常普遍 而澳门的博彩业里面 主要的收入来源 亦都是来自于贵宾厅 所以我们比较关注 在这样的大围的经济 因素影响底下 我们有没有办法 将贵宾厅的业务 重新纳入正轨 向中场方面稍微论 当然这个是需要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的税收 博彩税收减少 为什么 怎来说 中场效应 都不会比贵宾厅的收入多 但是因为这样 是会减少一些豪赌出现 带来的一个问题 包括社会问题 心理问题 甚至一些治安问题 以至是其他社会 产生出来的问题 我们希望当局有关方面 都能够共同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看回全世界来说 唯独是澳门贵宾厅的收入 和中场之间 比率的差距是这么大的 亦都是问题的所在 表明去到这么大的 反映了什么问题 就是不健康的赌博 其实是会很多的 我们要关注的 除了量例的数字之外 还有赌客的心理健康 这个数字过然量例 因为上年 澳门全年的博彩无收入 是2678亿澳门元 上节和大家一起分析 相关的原因 不过因为受到 很多外围因素的影响 两间博彩企业 都是预计 明年 就是2012年 过了年之后 今年的博彩税收 可能会有所放缓 澳门前11个月 博彩收益达到2442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4成4 不过像这样亮丽的成绩 可能在今年不会再出现 多家博企对今年的盈利 增长都倾向保守 因为始终基数开始大了 要年年这样增长的话 相信都是有它一定的挑战性 在这里 所以一般来说 我觉得如果明年有 18-25%的增长的话 我们相当可以接受的了 不知道应该都有 十几二十的百分比 这个都是比较 是可以 可以这样期望的 澳博我们希望能够维持 我们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三十左右 澳博要稳守龙头地位 除了澳门本岛的业务 关键还是陆档城的发展 虽然目前地还没有到手 但之前已经预告有好消息的澳博 明显成竹在胸 对于控烟法 两家博企都表示 未来赌场还有一半范围 可以设立西烟区 相信业绩不会受影响 澳门近几年博彩业的 逢富发展来说 澳门的博彩业的规模 是超过了美国拉斯维加斯 四倍那么多 其他方面 例如服务等方面 仍然有空间 大家两年之间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对比性 不过我们时尚都来做对比 因为我们最初看到 金沙召搬拉斯维加斯 因此就是 约定成族 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 实际上两者之间 尤其是里面我们所说的 中场贵宾厅的比例 或者其他游乐的元素 等等来说 根本是不同的 性质不同的 相同的 只不过建筑物 将它缩了比例 无论永里也好 金沙也好 他们都是这样做法 但实际上的内涵 或者软件方面 是差很远的 虽然我们都是强调 虽然我们的 洛桑瑞州超过了 拉斯维加斯 或者我们看上来 很多五光十色的建筑物 已经具备这样的世界 一流的元素 但是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其实未从总体上追上 拉斯维加斯 就是总体是什么呢 尤其是服务的质素 以及管理人员的水平 又或者整体人力资源的配套 管理 我们在节目上也说过 有个小孩 已经19岁了 在金沙高浸 但是受到这样一个 不合理的待遇 这些情况来说 就不会在第二赌场发生 所以在以人为本方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功夫要做 我们看到的硬件 其实不难 在现在的建造业 建筑业这么发达的 科技支撑下 没问题的 博彩业的发展 和量力的数字背后 相关的服务品质 和负责博彩 也不可发示 多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澳门万丈 就会 这些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别说 别说 什么都别说 看城外的星空 一样的深邃辽阔 只为自己闪烁 寂寞 原来在心中 偷偷开个窗口 你说不爱我时候 就有她的理由 一个人片刻的沉默 呼吸你所谓的自由 哪一刻才懂 没什么我无法承受 闪亮的星还在天空 熄灭的是你失笑的沉默 伤痛在房里等人挥手 倔强我带走 善良的星还在心中 幸福是自己对自己承诺 回忆和我面对面而坐 越好天亮以后 微笑带过 你说渴望的涌走 还有温热我胸口 只好家长够洒脱 就等爱情经过 想念还藏在心中 悄悄关上窗口 你说不爱我时候 就有非的理由 一个人难刻的沉默 呼吸你所谓的自由 哪一刻才懂 没什么我无法承受 闪亮的星还在天空 熄灭的是你失笑的沉默 伤痛在房里等人挥手 倔强我带走 善良的星还在心中 幸福是自己对自己承诺 回忆和我面对面而坐 越好天越好 微笑带过 善良的星还在天空 熄灭的是你失笑的沉默 伤痛在房里等人挥手 倔强我带走 善良的星还在心中 幸福是自己对自己承诺 为你和我面对面而坐 越好天越好 微笑而过 微笑而过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